大家好,我是Coco,欢迎来到新市一站 两性交往,愿意跟有家世的男人来往的多半是以下这三种女人 第一点就是,空闲时间太多的少奶奶 在我们的一个生活中有一部分这样的女人 自己不想上班,不想受累,但又希望男人能够在家陪伴的自己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少会有同时满足女人两项要求的男人 前几年呢,流行这些话 放下砖啊,我养不起你,搬起砖呢,我赔不了你 然而,有些女人呢,当伴侣出去上班以后呢 自己在家待着是十分的无聊 这时候呢,又是有他喜欢的男人找他,他就会立马的上钩了 甚至呢,会不会在乎破坏对方以及自己的一个家庭 第二点就是,为了物质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这样的一个女人啊,一定要尽量的去远离 又是你的生活富裕呢,能够满足这样的女人的一个物质追求呢 他会想尽办法的来拆散你的一个家庭 把你骗到手,花你的钱浪费你的感情来破坏你的一个家庭 只要你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他,他就会毫不留情面的将你抛弃了 到了那时候啊,你连后悔都来不及了,因此呢,不如远离的好 第三点就是,没有安全感和胡思乱想的女人 有很多的女人愿意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啊,就是因为呢,缺乏了一个安全感 因为没有安全感,会胡思乱想 总觉得男人在外面呢,会去找小三 或者是呢,和另一个女人在搞暧昧 因此呢,会找其他一个异性去倾诉给别的男人机会 后来呢,也会慢慢的去寻求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一个刺激 来报复自己的一个伴侣 到最后发现啊,是自己的一个胡思乱想 结束了这一段真诚的爱情 俗话说啊,英雄难过美颜观 男人出轨往往很多时候呢 的一个原因呢,是不外乎有两点 一是,在自己的一个原生家庭中呢,没有地位 妻子呢,过于强势和暴躁 二是呢,男人在外面呢,没有经得住女人的诱惑 一时冲动而做出了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然而这些呢,少不了被那些女人聊了 因此呢,以及挑战自己的一个忍耐力啊 不如干脆的离那些女人远一些 避免自己一时的冲昏了头脑 干出了一些难以挽回婚宴的一个措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对本期的话题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您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